台北市110年4月首創地級藤本櫃園機 結合多元身份驗證方式申請電子支付費用 民眾就可以自助申請地級藤本 現在更結合北北陶宗市都可以聯合申請更為便利 地級藤本櫃園機其實在2021年的時候開始 我們設在市府大樓的一樓 那當時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希望讓民眾可以無接觸而且多元支付的方式 能夠快的聯取地級資料 那現在我們擴大了 希望把服務區一點再往外拉 當時我跟陳向局長討論 我說那有沒有辦法往跨現實的合作 以及我們有沒有這樣的需求 後來發現是有的 而且很方便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至少在台北市 我們總共六個地震事務所 一鎖一機都已經有這樣的位秘機 那第二個我們透過背後的大數據分析發現了 安倍市民朋友在這邊申請地級藤本 其實申請新北申請桃園跟台中的比例很高 超過了兩成 兩成五 所以後來我們認為其實有這樣的需求 所以我們即刻的跟桃園、台中、新北一起來合作 所以促成了這一次四個縣市 和民眾來申請地級藤本 另一方面 我們知道整個為整個處理的效能 可以從現在的百分之六十四 提升到百分之八十五 我想這就大幅提升了整個文件處理的效率 而且一百年一年我們也是有先開始 我們綜合那時候的地震事務所 為了金門的鄉親 我們就跨綜合新北 那就叫 剛深刻跟金門的合作 一開始就變成我們二十九局都開始可以收 一樣的 我相信今天台北市號召我們的桃園、新北跟台中 一起過來以後 未然這個一定是全國不得不做的 所以有些事情沒關係地方先開始 全國在一起來 我想這就是我們在公共服務很重要的 謝謝很多業界的好處 你們一起來幫忙 我想簡正編綿、區域治理 那我們還是在重複 我們投市長特別常講的 一個城市好 台灣不會好 所以一定是所有人共好 台中市的土地有159萬筆 那我們158plus 有多少人使用呢 有1700萬人次使用 代表的是什麼呢 代表是台灣的民眾有72%的使用 台中市的158plus 那我們台中市有多少呢 我們280萬 我們一年的使用人次是250萬 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有88%的使用我們地震團隊的工具 大家先為我們致敬喝彩 一陣同仁力不厲害 真的厲害 尤其在市長的 英明睿智的領導之下 當然大會一定會圓滿成功 我也深心 講市長的一個率先的號召 中央一定會讓全國的好朋友 都來享受這樣的福祉 像是跨世界縣市的福祉 這個不僅就我們國家機關 這個資訊服務 跨機關 我們真的整合了 這個所謂的自動化 還有智能化的一大突破 最重要是讓民眾能夠享受到 便捷高效率的服務 這就是我們期待的 當然我也請我們的同仁要善加注意 這個開始事辦的過程當中 這個案件量 其實能夠衝高就衝高 但不見得要高 那因為民眾的需求 因為我們現在只是 畫四個四而已 那未來希望中央能夠注意到這一邊 那當然怎麼樣去操作 而且上操作的內容 我也請大家同仁要去注意 我當然自己在啟用典禮的時候 自己要試著操作 要人性化的操作 你如果得拜會了 以後你會唱將來利用 那當然我們服務的對象 不只是地正式 包括第一次來的民眾 就好像我們要去加油站 自己加油 你就不曉得說 為什麼要去加油 所以我們同仁都很熱心 我們都會有志工在幫忙民眾來操作 所以各位記得 我們民國90年 我們全國地震的電腦化系統 就開始全部建立 91年開始提出線上審辦 線上審辦就很重要 要鼓勵大家 尤其是那些地震事 來來來我教你 至於利用下班時間 教大家如何操作 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到民眾的反應 民眾的反應 操作有沒有人性化 過程當中有沒有什麼問題 包括網路的身份驗證 包括我們做的很多東西 包括電視簽證也好 包括區塊鏈的技術也好 這個我們要不斷地去檢討 整個操作過程 我們不斷地要去研究 那當然最近我們也要跨機關的合作 所以我們實現式的跨機關的合作 也帶動了未來的所有的合作 能夠更精進 地級騰奔全程無接觸的智慧化服務模式 讓民眾節省時間與接觸危險 也不用再跑到各地 才能領取當地騰奔 同時邁向電子化政府的目標 可以說是地震五江界的便民服務成果 記者汪俊 台北報導